有一个女孩叫Voronica Voronica的家有四个人 她们是妈妈 爸爸 Voronica很美丽 妈妈每天做家务 所以妈妈每天很忙 爸爸是一个公司老板 所以她也很忙 Voronica教室的时候很好 Voronica的唱歌也很好 所以她的班军觉得 她是一个很好的学生 Voronica的爱好是去图书馆看书 她最喜欢看开玩笑的书 可是妈妈不喜欢开玩笑 爸爸也不喜欢开玩笑 可是Voronica和她的妹妹 都喜欢 他们喜欢开玩笑 妈妈觉得生长节的时候 她要给Voronica一个惊喜 妈妈要买一个电脑游戏给Voronica 因为她觉得Voronica是一个很好的人 和她是一个 她不但很好 而且很诚实 妈妈觉得她不要给妹妹一个礼物 因为她觉得 妹妹不做作业和她每天批评她 生长节来了 爸爸给妈妈一个手机 妈妈很开心 妈妈给爸爸一个Rolex 爸爸也很开心 Voronica 妈妈给Voronica一个电脑游戏 Voronica很很开心 可是妹妹不开心 因为妈妈不给妹妹一个礼物 Voronica看 妹妹哭 所以 所以 Voronica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她给妹妹她的电脑游戏 妈妈很生气 爸爸也 可是爸爸不生气 妈妈很生气 因为她觉得 因为她觉得这个电脑游戏很贵 所以她很生气 可是妹妹很开心 所以 周末的时候 Voronica和妹妹一起玩游戏 可是一天 妈妈觉得Voronica是一个很好的姐姐 所以妈妈说 Voronica 周末的时候我可以给你零碳城了 Voronica很开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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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